大家好 这是我花20块钱从网上购买的这个茉莉花脑装 这个脑装的话呢 我已经把包装去掉了 而且呢这个土啊也进行了一下清理 那么大家看我这个脑装的话呢 状态还是非常的好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20块值不值呢 那么可能就有话有咨询这个茉莉花脑装买回来之后应该怎么处理 那么像我买的这个茉莉花脑装啊 这个手处理的话呢 其实只需要两刀就可以了 那么是哪两刀呢 首先第一刀呢就是要剪脂 那么这个枝的话我们会发现特别的长 如果我们不剪的话呢 后期它会从这个枝上面的再长牙出来的话 这个植株呢 这个造型就太丑了 那么这个植株的造型的话呢 就不够美观 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给它适当的进行修剪 剪多少呢 我们大概就是留一个15公分左右的高度就可以了 然后从这个地方进行修剪 剪掉之后呢 我们第二刀呢 就是要剪根 大家会发现它这个主根呢 非常长 如果我们的盆不够大的话呢 是很难栽种的 其实主根的剪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我们植株它的这个营养的话呢 主要是靠这个侧根上的这些根须来吸收营养的 而我们剪掉这个主根的话呢 还可以触发它长出更多的新根出来 那么这个主根呢 过长 我们给它剪掉一部分就可以了 点好这两刀之后呢 我们要注意保护好伤口 因为植株这个时候非常多伤口 如果不注意保护伤口的话呢 很容易造成这个病菌的感染 再加上呢 我们这个枝条也修剪过 修剪过的话呢 它这个时候如果不保护伤口的话呢 可能会造成这个植株啊 这个枝干呢 湿水严重 容易出现枯枝的现象 那么怎么保护好这个伤口呢 保护好这个伤口的话呢 我其实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就是给它在伤口处涂抹这个杀菌剂 那杀菌剂要用这个保护型的杀菌剂才行 所以呢 我是用这个带生猛心 将这个带生猛心呢 涂抹在这个伤口处 可以呢 起到一个很好的杀菌 又能够保护伤口 在伤口处形成一个保护膜的效果 不管是这个浸杆 还是呢 底部这个根系 我们都可以给它涂抹一层 那么这个茉莉花老妆的处理呢 现在就完成了 我们下期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配图还有摘种方法 好了 我们下期见